那个大家下午好啊 今天是纽约市的2022年的2月25号 之所以今天呢 要做这个视频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截屏呢 来自于我们北京市的官方网站 这个网站呢 统计了呢 我们自建国以来 北京市呢 和全世界各个国家 各个城市 结成这个友好的 这种联邦城市的历史 在我们这个北美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呢 纽约市 也就是我现在的居住地 可以说是最早的 和我们这个中国北京 也是我的出生地 结成了这个友谊城市的 这个美国城市 它呢就是在1980年的2月25号 这也是为什么呢 要在今天做这个节目 因为这个对于 北京市也好 纽约市也好 一个曾经是我出生的城市 一个呢 曾经是我现在生活的城市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那咱们说呢 一说到我们北京呢 我首先就要想起来的 可能各位也看得出来 北京的这个北京考鸭市 家喻户晓 明满全世界 那么咱们说回来 这道菜呢算是北京菜 我从事就吃 但是呢 现在人在美国 在纽约呢 其实当然也吃得到 那咱们说 这个北京考鸭 它到底是怎么在 这个纽约市 活起来的 我们不要说国家了 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到国家 那肯定是 美国总统 理查德尼克松 到咱们中国建交 国宴上呢 肯定有考鸭这道菜 但是说到我们纽约市呢 这就又不一样了 今天呢 就是要给大家带来呢 咱们说呢 纽约市 考鸭 是怎么活起来的故事 我是纽约市观光导游 王尹 Hermit 这是我的节目 纽约景点探秘 咱们说啊 这个纽约市啊 可以说最出名的一家 这个考鸭馆子 就是在28号莫特街 这个我们叫鸭子楼啊 就叫做风铃阁 你看他是呢 在1978年呢 由我们的吴文银师傅呢 他呢创立的啊 吴文银师傅呢 在1944年的出生在上海 后来呢 他呢来到了美国的纽约 并且呢 开始经营了这家风铃阁 时事近日呢 咱们说呢 这家馆子呢 仍然可以说呢 是整个纽约市呢 可以说是最好的 这个考鸭馆子 我们呢也经常去吃 你如果今天在这个猫图鹰上啊 你肯定会看到 他是这么宣传的 他说叫做这个 这个叫做最好的北京考鸭 当然后面写了一个名字 叫Eddie Coach 写的是什么呢 The best peking duck Eddie Coach Well visited in Beijing China 就是说这是Eddie Coach 在拜访北京的时候 吃到的最好的北京鸭 那问题就来了 这个Eddie Coach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出现在这个猫图鹰上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而且呢 看起来是这个人呢 是把这个北京考鸭呢 带到了这个纽约 那这个人是谁呢 如果您今天像我一样呢 是在这个纽约长导市生活 当然要去曼哈顿那个上班呢 可能自己开车呢 都要过这个桥 这个桥呢 其实我们俗称叫59街桥 因为呢 它是在这个曼哈顿的59街和60街 修建的这么一个选所式的这么一个桥 它呢一边是曼哈顿 另外一边呢 是这个皇后区的这个长导市 它连接着这两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呢 咱们说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它就是叫做Eddie Coach 又叫做皇后区大桥 那这个Eddie Coach呢 就是刚才我们在那个猫图鹰上 看到那个北京考鸭馆 提到的那个人 那这个Eddie Coach这位老先生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顺便呢 我先把这座桥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说呢 这座桥呢 咱们说呢 它的这个建筑师呢 是这个亨利·霍恩·波斯德尔 而它的这个设计师呢 得是古斯塔夫·林登塔尔 他呢 就是说全称呢 叫做呢 这个皇后区大桥 但是在2001年呢 为了纪念呢 我们的前市长Eddie Coach 随时把它改名呢 叫做Eddie Coach大桥了 它的全长呢 是1135.2米 那我们的前市长Eddie Coach 到底是什么事情 把这个考鸭呢 带到我们的纽约 这就得从他呢 去这个北京 咱们说呢 做访问开始了 咱们说呢 他的全称是 爱德华Owen Coach 他生于呢 这个1924年 实施于2013年 他生于呢 纽约市的布朗市区 在1978年到1989年呢 是纽约市长 做了三任的纽约市长 咱们说呢 在这个1989年的 2月12号到3月21号呢 他们呢 来到了我们的纽约 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北京 并且呢 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 在这期间呢 他呢 就和这个北京市呢 签订了呢 就是北京和纽约的 友好的城市 这么的一个协定 这个就是为什么 今天这个 这一天 对纽约也好 对北京也好 是这么的重要 这个呢 是在1980年呢 他在北京 由这个咱们的翻译陪同 你可以看到那会儿的 我们国家是什么样 这个呢 包括呢 他们去了北京 西安 杭州呢 以及上海 这都是他在中国街头的 所见所闻 咱们说呢 对于ID coach 他来说呢 他觉得说 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呢 就是北京烤鸭 因为这个coach啊 平生就是喜欢吃 他对吃这个美食 是非常专注的 所以在他做市长的时候呢 一有机会呢 就会跑到这个纽约的 这个唐人街的 这个咱们说烤鸭店呢 去吃这个烤鸭 来回忆呢 他来北京的这些呢 记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北京烤鸭呢 慢慢的呢 在这个纽约呢 就活起来 并且成为了 这个菜单上 一道非常高档的菜 咱们说啊 这个coach啊 在这个北京的实际街拍 他发现一件事 这就发现呢 当时的北京人 包括我的家庭 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是骑自行车出来的 他说 能够管理好 这么多骑自行车的人 这真是一项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说呢 他还专门呢 让这个翻译 去给他找当地 我们的民警 去翻译呢 咱们说呢 到底是怎么控制 这个车流量的 于是呢 受到这个启发之后呢 当他回到纽约的时候呢 他决定呢 在这个就是 很多的大桥上呢 设计呢 这个就是自行车道 这也是当时的 就是说 咱们说呢 这个呢 也是当时的一个 就是新闻啊 你们可以看得到 这是当时的新闻报道 咱们说啊 其实啊 ID coach在他做到第二任 快要做到第三任 申请这个 咱们说市长选举的时候 他曾经开个玩笑 他说如果北京市啊 如果能送我两只大熊猫的话 在我下一任 肯定能当选 于是在1987年呢 咱们中国北京呢 还真的送了一对大熊猫 给这个ID coach 结果他还只有真就赢了 于是他对这对熊猫呢 视如珍宝 说这是他的幸运福 那么这个熊猫 又是什么样的共识呢 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呢 会给大家讲 杨阳和玲玲 在布鲁克林的故事 好了 这期节目呢 我们到这就结束 我是纽约市官方导游 网影hermit 这是我的纽约景点 看蜜节目 我们在YouTube Bilibili和西瓜视频上呢 都有我们的这种节目 如果您喜欢呢 请您订阅观众 点赞和分享 您如果有什么建议 或者意见呢 您都可以给我们 留在我们的意见栏 非常感谢呢 大家收看我们这期节目 我们呢 下一期呢 再见 谢谢大家